第八届 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周日登场 赛事结合了观光 铁道和路跑等特色 吸引了1150只队伍参加 创下历年最高 而新北市长何友宜 台北市 基隆市以及桃园市 也各自号召了市府团队 组队来参加 共襄胜举 铭枪起跑 所有人往前冲 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周日一大早在共聊双膝开跑 气氛超嗨 赛前新北市长何友宜 亲自带头做暖身操 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今年来到第八届 报名队伍突破1150队 约有7880人参赛 创立年新高 除了传统的七人组 今年更首度增舍三人组 男人扛下15公里距离 三人接力 跑得更常快 还有人特别变装精心打扮超吸睛 而本次赛事除了侯市长 隔壁的基隆 台北跟桃源市 也都各自号召市府团队 组成最强阵容一同参赛 要来场友谊竞争 我相信 我们会努力加油 我们会加油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开心大家合作又竞争的团队 沿着山线 沿着海线 跟着火车一起跑 马拉松接力赛不只能浏览新北的铁道风光 还有山海景色 更能凝聚团体合作 向心力 解采之和新北市报道